159 飲食男女,填上香港空白的一塊 2015年7月17日 Youth Rematch 018、019 港漂的故事 近年女聽不鮮,北京來的同雲輝也事其一 內港完成碩士課程後,親年輕冒險一下,扮起家鄉菜館內 他的夥伴張芳池,在移民台灣的風潮下,倒過來從寶島來港 留港四年還是願意走下去,或著全球一體,地球村的往來根本平常 何況,飛鴻搭雪泥,鴻飛過後,那伏雞偶樓子走,人生本無常 同雲輝,張芳池兩個柚子他鄉的好朋友,指道無父青春就事了 主催者同雲輝,2012年來港升學,修歷史的他覺得 若選擇出國外沒有意義,便跑到了香港,初來虎道,隨即是香 想的是家的味道,香港餐飲業很發達,但怎麽北京菜卻非常少 有的都是水餃而已,黃倫正中東北菜,獨中大,駐大埔 少延附近就只得牛扒,泰菜,日本菜跟譚仔,家鄉味道,是完全沒有 哪自家下廚呢?他說,條料都沒有啊,龍門米醋我也找不夫 原來早於剛來港讀書時,同雲輝已蒙開家鄉菜館的念頭 香港的內地人有很多,除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這想法 找不到家鄉味道,所以畢業以後,他就實踐起來 既然大家都有這想法,那為什麽不是由我來開 其機緣自有朋友對他的想法具興趣,願意出資 事關同雲輝也會煮,媽媽很愛下廚,姐姐在北京也開餐館的 曾家蒙麥當勞,又開過敲雨店,葡萄牙餐廳跟快餐店 於是便跟同事來港聲學的好友張芳池光唱 W. 扮台灣來的張芳池,無理大酒店管理之名而來 四年學位課程,今年光畢業,正好闖一闖 只是原來的投資人因事未能注資,他們臨急臨亡 又要再籌集資金,前後兩度臨門觸礁 同雲輝不器女,若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何況過程中已做了很多準備,他就事不放棄 女敗女時,最感動還是家人朋友的支持 有的偷偷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家人也支持了三十多萬 有知事成,最最後境成功湊合了六個人 有來自東北的、北京的、貴州的、台灣的、新西蘭的 都市二鄉華人在香港 月前中成功把同雲輝一直想念的北方味道帶到香港 餐廳標榜新食京村菜,而所謂老家的味道 同雲輝則意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時火候,北方菜不像廣東菜,很少精煮 起以大火高溫以保留食物鮮味 其次是菜的處理,像北方最家常的土豆 我們切薄片,別碎清油炸鍋 高溫煮至表面起泡即剛好起鍋便最夠香 最後是下療的時間和量,若拿手蠢 A 即能烹出好味道,主打菜式十三香 秘製乾鍋便呈現這一切,十三香是老牌香料粉 我借他的名,知吊的秘製香粉其實下了二十多種香料 五百呎小店也見風味,大紅與黑的基調 簡單中滲滷北京味道,取名四合院也夠點題 同雲輝說,夜夜從小住在四合院,感覺廣闊與 他將送我一幅親華的四合院圖讓我掛在店恩師 而我小時候也看過四合院美景,院內養好多甲子 他們的腳都綁上哨子,群飛起來,風吹哨哨子 動聽而震撼,真的特別美,讓人產生挺多聯想的 年輕人就是敢想,畢業了都不貪於找份工作過活 工作是很安全,沒任何風險,但不適合我們 年輕人都是這樣的態度吧 小店初始,他們已盤算半年後開分店 或乾鍋或外賣或小食,而是烈飾的京村菜為終極目標 既然香港這一塊,北京菜,是空白的,這就是一個機會 四合院地址,灣仔廈門街7-17號 湖北旺島中心地下 鋪電話,3791-2206營業時間 十現下午三時,下午六時至下午十時三十分 多好,爽,幫我搬標 多好便 多好便 最好 早 少廢 少廢 多好 少廢